好 這一次我要拜訪一位甜點主廚 聽說他在日本學習怎麼做甜點 然後把這些技術就是移到這邊來 然後自己開店這樣子 所以非常期待有什麼的一些好料呢 什麼聲音 這個聲音 應該是大提琴 而且是好像是現場的 我們看一下 他穿的是主廚的衣服 所以他是做菜 他應該是老闆對不對 怎麼會 老闆 你好 所以你是老闆 這裡的老闆 是 又是做這些甜點的主廚 我們有團隊 對 也是大提琴的演奏家 是是是 你太多才華了吧 沒有啦 這個才是真正的 所以你原本是音樂家 對 現在也是音樂家 然後後來才學這個做甜點的部分 對對對 哇 而且聽說你是特別跑去日本去學 對 是什麼契機讓你去想要學甜點 我覺得甜點在整個外型上面整個設計 我覺得他的美感的要求是很強的 我覺得這跟藝術 他也是一種藝術的呈現 所以 重點 今天的重點 還是就是放在這個甜點的部分 今天幫你帶來的 有包括黑糖涵涵達克瓦斯 我們的繞牌春乳捲 然後還有幼香 幼香 它是不是最快融化的 對 它也是我最喜歡的 我很喜歡酸的東西 然後裡面 因為我知道一定會覺得很酸 所以裡面我們有設計有蜂蜜布蕾在裡面 你切開之後 蜂蜜布蕾 對對對 它算是季節性的 但是因為我喜歡吃 所以我的季節是一整年 就想辦法 反正想辦法找到柚子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品嘗看看 主要主角是柚子的那個 對 像香氣很濃 酸的那個香氣 對 然後很像真的是夏天很適合的那種 整體是很輕很輕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加蜂蜜布蕾很剛剛好 如果單吃柚子跟那個茶的話 整體就是吃起來是 也太Acid 對 對 薄薄的 然後就是帶酸 但是加了這個蜂蜜布蕾之後 整個很濃厚 但是吃起來 吃完之後的感覺是很清爽的 下一道 我們來吃個常溫的好了 剛剛這個是冷 這兩個都冷藏的嘛 就常溫 這個是黑糖海鹽達克瓦茲 這個達克瓦茲 它本來是那種慕斯的大蛋糕 裡面的那個八層 那個底部 對 然後是那個老師傅 他到巴黎去學做甜點的時候 覺得這個很好吃 因為達克瓦茲主要的原物料是杏仁 杏仁 對 他就喜歡杏仁的香香 杏仁烤過之後很香嘛 他回到日本之後就覺得說 這個這麼好吃 他去把它拿出來變成單獨一個商品 它是薄薄外面一層是脆 脆脆的 薄薄脆脆的 但裡面是很綿 對 軟綿軟綿的 再加一點黑糖的香氣 然後海鹽就是把襯托它的那個 對 最後會慢慢出來 對 甜味嘛 接下來我們吃個生乳捲嘛 對 它就是原味嘛 對 但是這個cream全都是日本來的 我們用歐姆還有那個中澤 哪個叫吧 所以你是兩種奶油 對 混在一起 對 我要開動 我覺得日本的奶油最厲害就是 不會覺得很脆 就是很舒服 這個奶油真的是 那個奶 牛奶的香 應該是說牛奶的香氣是超濃的 但是 它就 吃起來是不重 對 很濕潤 我們有個小小的secret 這個蛋糕跟奶油之間 我們有用了很薄一層卡士達 就是讓你在吃的時候比較smooth一點 難怪就是吃起來更 濕潤 對對對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非常非常好吃 我好喜歡 很日式的一個甜點 那 最後 我考驗你一個 嗯 我們吃甜點的時候啊 搭配什麼飲料 讓你就是 減少發胖的機率 你知道嗎 茶 還是咖啡 要減少發胖的機率的話 最好先喝很多茶 或咖啡 再來吃甜點 你就吃不了這麼多了 這可能會比較實際一點 他好聰明 但是真的有一個項目是 就是讓你減少這個發胖的危機 到底是什麼 我們直接回到棚內 其實正確解答是 無糖的豆漿或牛奶 就是高蛋白質的飲品 喔 蛋白質 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吃精緻的甜點的時候 精緻糖很容易跑到 我們的身體的血液裡面 血糖就會上升很快嘛 對 這個時候就會促進 我們的胰島素分泌 因為胰島素可以讓我們 血糖下降 可是胰島素它讓 血糖下降的最大的方法 就是合成我們的脂肪 對 所以我們會希望我們胰島素 不要上升的那麼快 對 那要什麼方法 就是透過蛋白質的飲食 來搭配之後 可以讓那個血糖比較延緩 甚至還可以讓我們 飽足感延續 因為我們常常不是 吃一些甜點 然後之後 就隔個兩個小時 就覺得好像又可以 吃東西了 對 那是因為你的血糖 震盪得很劇烈的關係 就是上上下下的 對 所以蛋白質是除了 腌環血糖 還可以腌環飽足感 我們要回去配牛奶 配牛奶 配牛奶 這樣就可以多吃一點 但是我想提 剛剛那個 那個新妹還有那個 素卿姐他們提的 也是正確的 其實也是正確的 因為綠茶跟抹茶 他們本身的那個茶 本身就有 茶素 EGCG 它已經有很多研究證實說 它是會抑制我們的 胰脂解酶的分泌 也就是說 我們的脂肪比較 吃進去的食物的脂肪 比較不容易吸收 對 就特油的東西配茶也可以 那就錯 抹茶牛奶就好了 是嗎 我最推薦的 其實還是抹茶豆漿 因為牛奶它 雖然蛋白質多 可是它的乳糖也不少 對 讓所有的甜點店老闆知道 因為在賣甜點的同時 不要只提供咖啡跟茶 其實也可以賣豆漿 對 對不對 讓我們就可以多吃一點 真的